大家好,我是军师 系统讲解实战干货 给你的交易出谋划策的军师 今天这个视频内容 我重点给大家解读一下盘中的一条爆炸性消息 在解读这个消息之前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盘中 我给大家发的一个微头条 就是关于这个奥阳健康的 发这个微头条的时候 大概是在奥阳健康冲高的时候 我当时是这么写的 此处应该有掌声 然后我就看到后台有很多的粉丝来喷我 因为尾盘跳水了 对不对 直接下杀到负六个点 有很多人都来看我的笑话 都说我被打脸了 这里我也给大家澄清一下 关于这个奥阳健康的逻辑 我不管是在视频中 还是在复盘笔记里面 都给大家写的很详细 而且奥阳健康这个票 本身就是做一个超短的操作 从我提到奥阳健康 到今天冲高 随随便便都有十几个点 两天十几个点你还嫌少吗 对不对 而且这里冲高还不跑的人 那不是傻子吗 对不对 你就算没有在最高点卖出 那么这种形态的时候呢 是不是应该跑路了 对不对 就算这种形态还没有跑路 那么跌破均价限的位置 是不是也要跑路了 对不对 所以那些希望我被打脸的朋友呢 可能这一次又让你们失望了 我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就是知行合一 你选择的这一只股票 它是超短票 那么我们就按超短来做 它是中线票就按中线来做 长线亦如此 还是那句话 千万不要把短线做成了中线 中线做成了长线 而长线最后做成了共线 而验证你逻辑是否正确的 唯一真理 就是看你在股市中能否赚钱 奥阳健康 两天我吃到了十个点的肉 我认为我的逻辑就是没错的 好言归正传 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盘中的一条爆炸性消息 就是这个国家发改委 关于无限期的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的声明 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顿时觉得眼前一亮 非常的震惊 但是在震惊之后 我是感觉可能会有大机会 这个消息怎么解读 首先我们来大概的了解一下澳洲经济的一个基本情况 2020年澳洲的GDP 大概是1.4万亿美金 大概相当于我国GDP的十分之一 2020年我国的GDP是不到15万亿美金 而这个澳洲的一个特点 它就是地广人稀 对不对 而且它的经济体系是外向型的 有点类似于像日本一样 它是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同时也是全球的第十二大经济体 也是全球第四大农业产品出口国 同时也是各种矿产出口量在全球第一的国家 而且澳洲的绵羊数量和出口羊毛是最多 对吧 所以它也被称为齐在羊背上的国家 而这么多年以来 我国也一直高居澳洲出口贸易的第一位 这里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 就是根据澳洲外贸部的一些数据 2019年澳洲对中国的一个出口价值 占总出口额的30.6% 而这个数据 它是远远超过了澳洲 像日本、韩国、美国和印度 出口的总和的1200亿美金 仅对我们国家就出口了1350亿美元 而2020年的时候 根据澳洲统计局的一些数据显示 澳洲对我国的商品贸易出口额 已经达到了1500亿美金 占到了澳洲总出口额的48.8% 这也相当于他们国内的GDP的8.5%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么澳洲都出口哪些产品呢 大家耳熟能详的都有葡萄酒啊 对不对 在我国的进口葡萄酒当中 37%的都是澳洲的葡萄酒 对不对 为什么